色盲 这边告诉你说有9%的男性是有色盲 那如果随机挑选三位男性 他都患有这种色盲的几率是多少 所以跟刚才一样 男性的这个样本空间是很大的 所以你挑三位的话 基本上他这挑的过程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的概念 所以 所以这边的话色盲我们取三个 那我们就把它当成是 independent事件的概念来看 所以 就是 假设C代表色盲 Cm的CmC 那基本上因为他是9% 所以三个的话 就一样把它直接盛起来就好 那当然三个是这样 四个也是一样 五个也是一样 类似这样的概念去处理它 好 这个是 如果是independent event的概念 那当然我们要谈到 接下来谈就是dependent 如果是相依事件的话 那相依事件就我们刚刚说 第一个事件发生 然后会改变了第二个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这就叫相依 dependent 那例如是什么 刚刚说过扑克牌 抽一张不放回 继续抽第二张 那这个 这两个event 抽第一张跟抽第二张的event 就是相依的 担任救生员跟赛黑这件事情 是基本上也是相依的 成绩好拿到奖学金 那这两个当然是相依的概念 那如果你是相依的话 那当你要用刚才说的a and b 这个复合几率的话 复合事件的几率的话 这时候它就不是a乘上b了 它这时候用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用a的几率 乘上这样一个特殊的符号 这样一个几率 那这个几率不是b 这个是叫做 以后下次看到这两 中间有一撇的 有一横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条件几率 叫conditional probability 那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是说你的b事件 b事件发生的几率是given a given的意思就是 在a已经发生的条件之下 就given a发生b 在a已经发生的 b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这叫条件几率 对不对 顾名思义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 那这个 当然这个几率是 你可以去define出来的一个event 这个event是 a发生之后 然后在b发生的event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的几率是多少 这叫条件几率 那这个条件几率 就变成是说 如果你在算a跟b两个 是相一的事件的时候 我要算a跟b的一个 复合事件的几率的时候 是先把a的几率 再乘上a发生之后 b发生的几率 这个叫条件几率 那这样两个相乘 才会等于是a跟b的几率 OK 这个叫乘法规则的第二个 那条件 情况就是两个是相一的 但是重点就是这个条件几率 要先知道 好 那什么是条件几率 所以我们待会来直接用例子来看 就很清楚了 来找人家练一下好了 没得你们太无聊 来 佩蓉 来 练一下 谢谢 所以静怡相较常发现 有33R的收房者认为他们被大财导用 这些人 当中又有20% 他不是他正在导入 如果随机挑选一个人 球苏这个人认为被大财导入一切 正在找新工作的系统 好 所以 这个O代表是这个event J是代表这个event 那这两个event 是独立还是相依 他已经跟你讲了 这些人当中又有 这些人当中又有 所以这些人是什么人 这些人是大财小 他们自己认为大财小用的人 那这些人当中又有24% 就在找新工作 所以这两个事件是什么 O跟J这两个事件就是一个 独立还是相依 相依了嘛 因为他这里面已经很明确知道 这个J J是已经确定它是大财小用 然后又在找工作的 所以他是given什么 given已经他认为是大财小用 然后再去发生什么 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 是一个相依的概念 那所以我们要随机挑一个人 要认为 这个人他认为 这个event是大财小用的event 而且他也正在找工作 所以这是两个event的end 这是一个组合的事件 是一个event的组合 是end 但是这两个event 因为是所谓的相依的事件 所以是probability of O and J O and J就是我们这边 这两个事件的组合 但是O and J是相依的 所以我们要算他的这个复合的事件的机率的时候 就是要写成p of O乘上p of J given O 那p of O是多少 就是他们认为大财小用就是33% 那这个条件机率就很重要了 这条件机率就是我们这边告诉你的 这些人当中又有24% 那这些人当中就指 这些认为被自认为大财小用的人 又有24% 所以就是given已经是O的情况之下 发生J的什么 他的机率是多少 所以这个24%就代表这个条件机率 所以这个是条件机率的概念 那所以把0.33 这个是自认为大财小用的这个p of O 0.33 但乘上p of J given O的这个机率是0.24 所以相乘起来得到结果就是 大概7.9% 是认为你随机去找到一个人 他认为是大财小用 而且在找工作的机率大概是7.9%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可能应该比较没有学过了 也许有 我不知道 Anyway 这个比较新的一点 好 好 再找人来念一下 曾子余 他要今天请你讲 他家里有事情 好 什么事 他自己会亲自的一件事 那我还不早一点解释 是突然发生的吗 他 他拜托我跟你讲 那你怎么没讲 就是跟你说他家里有什么 那你再事先讲 你不是有点到他才讲 来 欣瑞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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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这个就反正是一家保险公司 那保险公司 当然 这个是类似房屋险嘛 还有一个车险 那房屋险跟车险 大概都是属于 我们贩子什么叫什么 产物险 你看 那当然你们摩托车 有没有车险 摩托车有没有买保险 有嘛 对不对 那但是你们房子有没有保险 你们家房子有没有保险 你们家房子有没有保险 你知道你们家的房子有没有保险 那 有没有问过自己的家长 你们家房子有没有保险 不知道嘛 对不对 因为通常没有啊 只不过之前好像 有一个 因为台湾地震比较多 所以之前好像921之后 他们就有在推那个地震险 地震险 那 不过当然 房屋险也是有 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要拿去贷款的时候 好像通常还要再 买一个房屋险 那残险当然都不会太贵 一般来说不会太贵 除非是 像车险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要看你保到什么等级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摩托车保多少钱 摩托车一年保多少钱 不知道 谁帮你付钱的 我 你吗 那你呢 没干涟 没干涟 因为也是家里付的 对不对 你呢 你吗 你呢 有没有买保险 多少钱 我不知道 诶 你们都不知道 你自己摩托车买多少保险 有没有人知道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被撞了以后应该就知道了吧 没有啊 因为你保险说要cover什么第三责任险 或者是说什么修 那个什么 你知道啊 多少保险 五万 五万 没有车体险 你有保车体险啊 你有保车体险啊 对啊 所以如果一般不保车体险 应该 两千 对啊 就是大概两三千 大概很多了 你保车体险 你的车子是很好的是吧 就是那个 就是啊 建议的 因为重一下就 不买车 狗狗肉也不过猜多少钱 八九万 对 然后你保险一年就要五万 没有就是 他送的 他送的一年五万 但是第二年呢 第二年就自己买 自己买 你会买那么贵吗 对嘛 这个通常都是这样 回去看一下你们的保险啊 知不知道 多少钱 不晓得 我自己 你自己也是 我保 人生的 所以你有保车身险 没有就是 不是车 就是 人安全 自己 好像是五万吧 不可能 那贵 反正是几年五万 几年五万 那还有可能 但是几年 有没有到几年 因为一般你如果保 保 车险 当然最贵的是车体险啊 然后当然还有那个 liability liability就是所谓的 第三责任险啊 你们知道吗 第三责任险就是 你不管你撞到别人 你至少有钱 保险公司有义务要去陪对方啊 那个叫第三责任险 那个是 法律强制要求一定要保的 叫第三责任险 那至于你要额外加保 保自己的 就是说我自己如果也受伤的话 那保险公司也要付 那个是额外再加嘛 那你如果 撞到要赔 新车 一般我们新车才会保车体险 那这个保上去可能 就会更贵啊 所以 这你们日常生活的东西 你们自己要关心啊 对 不要保什么险都不知道 好啦 那保险 有房屋险 也有 也有这个什么 汽车险 那这里面呢 他的event 是什么 购买房屋险 跟汽车保险 就是这两个event 对不对 那这两个event 但这两个event 他是讲出同时跟这家公司 跟这家公司买房屋险 又买汽车险的几率是多少 所以这两个event是怎么样 是有没有相依 还是他两个是独立的 你觉得呢 他跟他买保险 当然他跟你提供的资讯 看起来应该是 就是说跟这家公司买了房屋险 与汽车保险的几率 那这两个event 因为他买了 跟这家公司买了房屋险之后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event 是又跟这家公司买什么 买这个汽车险 所以是end 所以是probability of 房屋保险 当然是对这家公司 汽车保险也是对这家公司 那这两个都是对同一家公司来说 所以他是在同一家公司保 所以他会有一个什么 相依的概念 就是我可能买了之后 跟你买了房屋险 就顺便跟你买保险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他是一个相依的概念 那这个相依的概念 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要把它先写成什么 先 几率 房屋险的几率是多少 然后因为他这边也同时告诉你 given你跟他买了房屋险之后 他的汽车保险是多少 这个也是告诉你 那这个就是一个条件几率 这个条件几率 就在这边 这些保护里面有27% 也向他们买了汽车保险 所以这个条件几率告诉你之后 那你的本身的房屋险的这个几率也知道 所以把两个相乘起来 得到的就是什么 跟这家公司同时买了房屋险跟汽车保险 这样子一个几率 好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依的概念 所以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 好啦 那这个是抽扑克牌 那抽扑克牌也是一样 这边重点是他抽后不放回 不放回 那不放回的话 那我们要求这个事件的几率 那这时候不是只有两个event而已 这边可能都有三个event 那两个event跟三个event 其实概念也都一样的 好 抽后不放回 抽到三张捷克的几率是多少 抽到三张捷克的几率是多少 你抽到第一张捷克的几率 跟抽到第二张捷克 这两个事件是相依还是独立 是相依嘛 对不对 好 如果我们只看抽到两张捷克 先不要看三张 抽到三张 稍微多一点 两张就好了 好 抽到第一张捷克的几率多少 五十二分之 四嘛 是不是 有四张捷克嘛 对不对 好 你抽到第一张捷克之后 把它抽出来之后不放回去 所以你的样本身要多少 五十一 所以 given 你抽到第一张捷克的这个条件 然后你再发生第二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又抽到捷克的几率是多少 他的条件几率是多少 你样本只剩下多少 剩下五十一啦 然后抽到捷克的几率又是抽到捷克的几率多少 三 剩下三嘛 刚刚是四嘛 所以他的条件几率 就是第一张已经抽到捷克的 这个已经发生了 然后第二张再抽到捷克的 而且因为你第一张抽完是丢掉啦 不是丢掉了 就放在外面 那这样的话第二张会 这个几率第一个event 第一个事件就会影响到第二个event 影响的 所得到的这个条件几率是 五十一分之三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条件几率啦 所以 如果抽到两张捷克的几率 那就是五十二分之四 乘上五十一分之三 对不对 这样知道吗 好 那接下来抽第三张 那抽第三张 他的概念是什么 第三张就是如果你把前面两张 抽到两张捷克的这个概念 把它组合成一个单一event的看了 那就是发生前面两个事件 第三个event发生的条件几率是多少 对不对 那所以event前面两次都抽到捷克A的几率 已经知道了嘛 对不对 然后但是第三次 它会影响到第三次抽到捷克的几率啊 所以抽到第三张捷克的几率的条件 它那个几率其实就是条件几率嘛 那那个条件几率会是多少 刚才已经第二次是五十一分之三嘛 那第三次呢 就五十再扣一啊 五十一再扣一的话 就五十分之二 对不对 所以抽到三张捷克的几率就是 五十二分之四 五十一分之三 再乘上五十分之二 那其实后面这两个都是条件几率的概念 它只不过是and嘛 三张捷克就是捷克and 捷克and捷克and捷克这样子 然后就是五十二分之四 五十一分之三 五十分之二 那这个你先看两张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它的p of j嘛 那这是givenp of j第一次 然后再抽到第二张p of j的几率 就是五十一分之三 这是条件 那最后把它组合起来之后 在后面在第三张的条件几率是五十分之二 所以类似这样就把它直接盛起来了 alright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了 它这边接下来就抽到先抽a 再抽国王再抽皇后 那这个抽到a a也是四张嘛 所以五十二分之四 那接下来抽到国王呢 因为你的样本已经少一个了 所以变成五十一分之二 国王还是四嘛 那皇后接下来还是四 所以五十分之四 所以接下来抽到a 再抽到国王再抽到皇后的几率 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几率相乘 那接下来这也是一样 梅花 黑桃 红星 梅花五十二分之十三 对不对 有十三张 那黑桃跟它是相似的 但是它的 它的这个几率的sample space 已经降一了 就五十一分之十三 红星 红星就是另外一个花色嘛 又是十三 所以五十分之十三 所以类似这样去乘它 好三张梅花 那这个就是跟刚才的 梅花 是梅花 反正就是五十二分之十三 然后接下来抽到一张之后 剩下十二嘛 然后样本也剩下五十一 五十一分之十二 五十分之十一 一之类推 所以相乘就得到三张梅花的这个几率 所以这个都是条件几率的概念 条件几率的概念 但是它是连续三个event组合起来 OK 大家知道吗 手机 手机 还在看手机啊 这么忙啊 事业做这么大 还是玩很大 听说你们都很喜欢玩手游 听说手游的市场 一年好像有达到好几亿 所以去玩手游比较好 好 再来看这一题 来洪传凯 好 这个 这个是 反正就是有两个箱子 有两个箱子嘛 两个箱子 那决定要从哪个箱子去 去抽那个球的概念是 base 前面的什么 前面的丢筒板 丢筒板 来决定 来决定它到底是要抽到 箱子一还是箱子二 然后再之后再从箱子一或箱子二再去抽 看能不能抽到红球 那箱子一里面有红球有篮球 箱子二里面也有红球也有篮球 那它的 个数不一样 所以它的机率也不太一样 好 所以 这样挑到红球的机率是多少 好 课本这边解答是先用什么 用树状图的概念去看 直接来看树状图 看这个树状图 你当然 一开始 你一了就抽到箱子一或箱子二嘛 那因为是透过什么 丢筒板 那所以当然就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机率 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 这是在我们 在这种概念有点说 类似 像我们刚才的这个公式 我们刚才这个 这个公式里面 其实这个A有点把它叫做前置机率 因为它是A发生才会发生B 所以A有点叫做 英文叫prior prior就是事先机率 prior 那后面这个叫condition 对不对 是条件机率 所以在prior这个priority发生之后 才去发生B事件的概念 所以组合起来 它会变成是A and B 所以A是类似一个prior 事先 事前机率 那所以这边这个抽箱子 抽哪个箱子是透过什么 透过丢筒板 所以筒板这个事件 就是一个prior event 一个事先机率 那经过这个事先机率发生之后 再来决定 接下来箱子一或箱子二 那箱子一跟二 它有可能会抽到什么 抽到红球 有可能抽到蓝色的球 二也是一样 红色球蓝色球 那你按照这样去看 这个在P of B1 就代表你抽到箱子一 那抽到箱子一之后 你再去抽到 红色的球的几率是多少 那当然这里面 就是一个条件几率 因为你抽到箱子一 那箱子里面 本身就三颗球而已 那抽到红球就是三分之二 所以这个是一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概念 所以probability of r 就是红球 given B1 那当然这边因为是三颗球 两颗红色的 就是三分之二 所以红色的球就是三分之二 那抽到蓝色的球三分之一 那以此类推 那这边接下来就是四个 当然把这四个把它弄出来 那这个是 当然每一个最后面这两个branch 都是一个条件几率 都是根据前面的prior 前置几率去算出来的一个 不是算出来 去得到的一个条件 然后再去算它的条件几率 算出来的结果 那这里面最后红球的部分是多少 那红球的几率 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是红球嘛 那红球的几率的话 就是从这边一直延伸过来 所以given这个抽到B1 然后又再抽到红球的几率 就是这两个 二分之一乘上三分之二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一个前置几率 再乘上一个条件几率 就得到它的什么 end 抽到红球的几率 那另外当然不只这个地方有红球 这边第二个箱子也有红球 那这也是一样 二分之一乘上多少 四分之一 所以得到八分之一 所以这两个红球发生的几率 一个是六分之二 一个是八分之一 那这两个几率 最后应该要怎么样 要把它相加起来嘛 相加起来才会变成是 所有红球的几率 所以课本这边讲了一大堆 课本这边讲了一大堆 其实就是在这样 把六分之二加八分之一 把它加起来 得到就是它的什么 得到红球的几率 所以这边也是有利用到 所谓的条件几率 也有用到相加的法则 也有用到相加的法则 懂不懂 对不对 因为它是相 两个情况嘛 那这两种情况当然是 是所谓的这个不同的 Mutual Exclusive 所以它是把它相加起来 OK 知道吗 这两个是什么 这边过来跟这边过来 这两个Event是什么 是Mutual Exclusive Mutual Exclusive的话 最后你要算红球的End 所以这个是要怎么样把它加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组合的案子 组合的案例就是说 把条件几率 跟这个所谓的加法 就是把乘法规则跟加法规则 都把它组合起来应用的一个例子 稍微复杂一点 好那反过来 我们刚看到的那个是 当你是条件几率的情况之下 A and B 它的发生的几率 我们去算它 那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去利用刚才那个公式 去算条件几率 条件几率 所以算条件几率的话 你可以去算出A and B 就是说如果这两个是 是所谓的相依的事件的话 你把这两个相依事件的End 这个几率 假设先找出来之后 你再去处理它的前置几率 就可以变成这个条件几率了 那刚刚 这个跟刚才公式有没有一样 这个跟刚才一模一样 我们刚才是P of A and B 对不对 就是等于P of A乘上P of B given A 对不对 那现在只不过把它除回来嘛 除回来 所以代表 那刚才我们在算的过程中间 是知道前置几率 前置几率跟它的条件几率 所以我们可以去算出 这个P of A and B 那现在反过来 如果我知道P of A and B的几率 那我也知道前置几率 我就可以去推什么 推它的条件几率 这个只是一个公式的挪移 那这公式的移动之后 你就可以利用公式来算出什么 算出条件几率 那当然用这个凡式图的概念也是一样 就是条件几率是A and B的中间去处理 就等于类似它这个交集的部分 在A所占的比例 这个就是条件几率的概念 如果用集合的概念来看 所以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可以用刚才的例子来说了 来 来 黄新城 念一下 首书已知第一张标签是黑色的 而第二张是白色的几率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什么 已知第一张标签是黑色 然后第二张是白色的几率 所以这个有点在 就是在看它的条件几率的概念 所以问题也是可以这样问的 所以今天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 就看你今天问题是什么 然后你要选择适当的它的计算的方法 然后我们之前的例子都是给你 prior 前置几率告诉你 也告诉你它的条件几率 所以当然你就可以去算它的什么 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这个几率 A and B 那现在反过来 现在反过来是 他是给你什么 给你一个end end的几率 就是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 然后也给你一个prior 前置几率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推什么 推它的条件几率 那所以这边的条件几率是 要given什么 given第一张是黑色 然后第二张是白色 就是这两个event 它的条件几率 那所以我们用 按照课本这边来看 b代表黑色 w代表白色 所以是w given b 就是因为第一张是b 然后第二张是白 所以probability of white given black 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条件几率怎么算 就是把p probability of b and w 这个两个加 这个条件 这个是组合几率 把它找出来之后 再除以它的前置几率 就是抽到黑色的几率 那这边有没有告诉你p of b and w 这个条件几率是多少 从这个问题的描述里面有告诉你吗 它是挑到什么 一黑一白的几率是多少 56分之15 56分之15 所以这个就是56分之15 那第一次8分之3 所以这个两个几率都告诉你 把它组合起来去做运算 就可以算出来大概是71.4 就是这样 那当然它还有告诉你 它是取后不放回 取后不放回 所以它才会是一个所谓的 才会是什么 才会是一个相依的事件 那有相依的事件 才会有这个所谓的条件几率的概念 OK 知道 这边有告诉你 取后不放回 取后不放回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当你今天如果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今天想要知道 在某一个条件 某一个事件发生之后 第二个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有点在预测的概念 有没有 这有点在预测 就是说我已经第一个抽到黑色 那我第二张抽白色的几率是多少 对不对 有点类似这种概念在问 有点预测的这个概念 好 再看 来 张智阳 练一下 好 这个跟你们乱停车被开罚单 车管会开罚单有点像 你们有没有去做一个统计啊 车管会常来开吗 车管会来开罚单的几率高不高 很高吗 一个礼拜有没有一次 没有啊 那较高 反正 类似这种概念 你们被吹管会开罚单的几率 嗯 好啦 这个 讲到这个有点伤心 对不对 有没有被开过 你们现在好像搞得更复杂 还有什么C区 A区 跟B区 好啦 这个 这个其实学校都有一些想法 只不过当然 应该事先跟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好啦 好啦 这个 概念是说 开罚单 那开罚单当然有可能是说 一定是因为你乱停车嘛 那现在就是说 你停在不能停的地方 开罚单 这是合理嘛 但是你有可能停在 禁停区啊 就是不能够停车的地方 但是有可能不被开罚单啊 那运气好嘛 对不对 像你们常常就停在那边 然后就没有被开罚单 那这都是运气好啊 对不对 是运气好嘛 对不对 那现在也是一样啦 停车 停在禁停区 这是一个event 但是停在禁停区 不一定代表他会被开罚单 但他有可能被开罚单 有可能被开罚单 所以这两个是不是相依的 被开罚单 被开罚单 当然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停在禁停区嘛 但是可能有其他因素啦 那现在就是说 他告诉你说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这个event 这两个事件 停在禁停区 而且又被开啦 那这就活该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6% 那但是有可能是 那因为 因为你说合法停车位太少 所以他必须停在禁停区的几率 你们有可能会说 因为停车位不够啊 所以我只好停在禁停区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这合理嘛 但你们就要去反应啊 有多少的情况之下 是因为实在位置不够了 所以我只好 拍谁 停在禁停区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对不对 位置不够的时候就这样 那你们外面的停车场 位置不够吗 会不会 会不够这样 你们有没有真的去统计过 有没有 不知道 反正 大家乱停我就跟着乱停 这个是比较常用 发生的机会 好啦 那就是说 那这个情况是说 他因为没有合法停车位 所以必须停在禁停区的几率是20% 那就可能是因为他20%的时间是什么 比较晚到这个地方 那他比较晚到 所以他没地方停 所以他只好停在禁停区嘛 对不对 这个其实以前我们在美国读书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要开车去学校停车 学校基本上是不让你停campus里面的 你就要停在周围的这个社区 那停在周围社区里面 他也是有所谓的可以停车位 跟不可以停车位 那有时候因为时间不够 你还是得停在 停在 如果你晚一点去 当然有可能就会停在那种非法 就是禁停区啦 那那个当然就是通常 你如果晚一点去的话 时间很赶了 情况之下 你就有机会去停在这个禁停区啦 所以这是20%的机会 这个是 类似一个钳制条件 因为你实在没有办法找到合法 只好停在 非法停车区 这样的机会是20% 那这样的概念 不管是哪一天 他开到学校 他发现他已经必须要停在禁停区了 就是这个条件已经发生了 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 那他会被开罚单的几率是多少 这样好玩啊 对不对 这样我就可以来读一下 预测一下 如果大概知道这个几率比较低的话 也许我可能就 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不对 那不然的话怎么办 不然的话就只好乖乖把车子开回去 再去用走路的到学校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个是一个已经 他问题是说 已经发现他必须要停在禁停区 那他被开罚单的机会是多少 所以要来预测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 那这个是一个条件几率 因为他已经发现 他是必须停在禁停区 那我们如果把N 当成是这个Event 是停在禁停区 T是被开罚单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什么 这样的事件 是一个条件几率的事件 所以P of T Given N 就是你已经开Ticket 就是说你被开Ticket的几率是 Given在你停在 Non-Parking Zone的那个地区 去调 这个Event发生之后才得到这个Ticket 它的几率是多少 那这是一个复合事件的一个条件几率 那所以我们按照方式去看的话 他就是P of N and T 就是你停在禁停区 同时会被开罚单的几率是多少 那这里面有没有告诉你 停在禁停区又被开罚单的几率 其实还好啦 6%而已 所以是6% 然后他的前置几率是多少 前置几率是因为他已经20%了 所以他这时候会被开罚单的几率是 30% 那30%当然这个就告诉你说 我已经发生在 停在禁停区了 这个条件 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 那我接下来有可能会被开罚单的几率是多少 他告诉你 按照这个条件几率算出来是30% 30%高还低 有话 有30%的条件 当你是违法的时候被开罚单 你要不要去try那个违法事情 不要 你这么乖 30%代表还有70%不会被开罚单 所以你就要跟他赌啊 这个就是一个几率实验嘛 对不对 你们会去禁停区 一定也都是一个几率实验的概念 大家就跟他赌运气嘛 对不对 如果真的要来拖 我再赶快下去 看一下怎么办嘛 对不对 你们不是有时候上课上一半 就劈里啪啪就一大堆人冲下去 这个就是跟他赌啊 不是吗 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对不对 是喔 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好啦就是这样子概念 30%你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他觉得很低 对某些人来说他就会很高 那这个当然就是每个人的主观价值的判断的问题而已 那捧继只告诉你一个什么 只告诉你一个概念而已 那这概念代表真的会发生吗 也未必啦 所以这只是给你一个预测 好 所以30%的几率会被开罚单 当他已经停在禁停区 那你们可不可以根据这个 你们去做一个调查 那车管会特别针对如果我们这边的停车场来看看 这些几率把它算出来 下次你们去换算一下 看他去做一个问卷调查 或做一个统计调查 搞不好也可以得到这些数据啊 然后才可以去算一下这些概念 所以这个是蛮生活化的一个例子 好 再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是 他就是 对啊像你怎么去得到他的这个百分比 这个就是利用问卷嘛 所以问卷有时候会得到一个就是 他得到的这个几率就是一个频率的概念 这个不是古典几率 这是频率的概念 那这里面呢要谈到什么 要不要让女兵去参战 因为你知道现在其实都有 美国也是啦 其实应该美国更早 台湾是比较厚 现在都有女性的阿兵哥嘛 不管是士官军官或者是阿兵哥都有 阿兵哥好像比较没有 还是女孩子都士官比较多 好像是士官 那美国也有是有女兵 那女兵要不要参加作战 他在做这个问卷 那他只问了100位民众 所以他的取样空间就是100个民众 那这个民众里面又分男跟女 所以这代表男生跟女生的民众 他对于女兵是否参战 这样的一个态度啦 所以我们就把他做了一个表 男生的问卷的民众 他认为女生要参战的个数 他的频率是32 那他认为不用参战的是18 那总共有50个男生 那女生认为要让女兵去参战的 赞成的是8位 那42位是不要 所以也是50个 所以赞成士的是40 否则是60 所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统计的表格 那这些统计表格 当然都可以换算成什么 换算成是一个频率嘛 频率 那这频率就是一个几率的概念 所以我们要求出以下的几率 已知该名受访者是女性 然后她受访者回答是 是yes 那这样的几率是多少 然后接下来再问 已知该名受访者回答是no 那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受访者是男性的几率是多少 这个都是有点预测的概念嘛 对不对 他虽然告诉你这样的一个 一个统计的数据 那你要把它换算成频率之后 去看看在某一个事件 某一个条件发生 某一个条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另外一个事件它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所以对A来说 她的已知 她的所谓的前置的事件是什么 知道她是一个女生 受访者是女生 然后接着这个受访者 女生回答yes的几率是多少 那怎么算 怎么算 这就是一个条件距离的概念嘛 条件这个已经是女生 然后她又回答是yes 你们都有讲义直接翻到下一页 哈哈哈哈 反到下一页 反到下一页 所以好 这边反正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female f 我们f代表女性 m代表男性 然后y yes m代表no 那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已经是female的条件 条件事件之下 她得到yes的这个几率是多少 那所以就代公式 那这个代公式就是f&y 就是你是女性而回答yes 女性又回答yes的是多少 是是是是是是8嘛 对不对 女性而且是回答yes是8 然后呢 再得到是p of f 那p of f是多少 没有 还有她的百分比 这个8是 8是她的total outcome 那她的总的样本空间是100 所以是1% 这是她的几率 这是p of f and y 这个是8%是她的这个and的几率 那f的几率是2分之1嘛 所以把这两个相除下来 得到的结果就得到是什么 0.16 得到是0.16 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认为 像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你已经知道是女性 而且是回答是yes 那她的几率应该就是什么 应该就是1%嘛 这女性又yes1% 那个只是and而已啊 那只是and 有没有 就是说你如果是女性的问民众 她回答yes的 是占整个100分里面的8个 所以你会很搞不好说 女性又是yes 那你就把她当成是所谓的 用所谓的这种概念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对的 那因为这是一个条件几率 她是已经先知道她是女性 然后再来谈她是so far 是yes 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几率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只是用1% 那只是and的概念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算出来答案 当然跟1%也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刚才1%是什么 f and y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什么 y given f 就是在f 已经是女性的情况下回答yes 这样才是你要的这个什么 这个条件几率 所以问题是不一样的 要注意点 那接下来b是什么 b是如果是no 回答no 但是他是男生的几率是多少 那看起来应该男生比较 比较支持出去的嘛 是不是 刚才是不是有看到 男生通常比较支持女生要参战 奇怪 那女生通常比较不支持女生去参战 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 已经回答是no 那我们要看看他是男性的几率是多少 那当然应该看起来好像是应该也比较高一点 但是会高到这么高超过一半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是no 然后是givenno 然后这个是female 是male的情况之下 是男生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条件几率是多少 所以就先把他什么 and and man 就是no and男生的这个and的几率算出来 再去除以p of n 就是说no的人 那说no的人是大概60嘛 就60% 那是男生而且说no的是多少 18 所以把他这样除起来结果是30% 所以还只有30%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是no的 已经条件是说no的人 那说no的人里面有多好的几率是所谓的男生 其实也只有30%而已 懂不懂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因为虽然你看 男生看起来50分之32是多少 是说no 对不对 那是男生啊 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先说no 先说no完之后再说 那这个说no里面大概30 男生的这个机会会是多少 那这个是一个条件几率 算出来只有30% 相对于这个50分之32来说 就是比较低的 所以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概念是不一样的说法 所以条件几率是 特别强调是某一个事件发生之后 另外一个事件发生的几率 而不是单纯只是某一个单一样的几率 第一事件的概念 所以那个得到的结果是差很多的 ok 那这种条件几率有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让你去做一些预测 懂吗 就有点在预测 就像刚刚我们说过停车的那个问题 你停在非法停车区 有可能被开单的几率是多少 那会给你一个 类似一个想象空间嘛 你大概得到那个条件几率之后 你可以去 在这个条件之下 也许我做某件事情还好 但是在另外一个条件之下 我可能在做另外这件事情 可能就不一定是结果那么好 所以你可以利用条件几率 来做一些预测的概念 好 快下课 好啦 这个讲这个至少 at least at least的这种说法 其实可以利用 就是说 类似利用余捕事件 那我们之前用加法有看过余捕事件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些其他部分也是可以用余捕事件 好 这个题目 因为快下课 你们大概可以自己玩看看 每一个他是取出放回 取后放回 从这个挑三张 那这个人至少得到一张红心的几率 至少得到一张红心的几率 就是我这时候是取后放回 取后放回 所以当然他是一个什么 他不是相依的 他不是相依 但是他是取后放回 所以他得到一张 他至少得到一张 至少得到一张 至少得到一张的意思就是 就是他的complementary 就是他的余捕事件是什么 就是他的余捕事件是什么 我抽三张 抽三张 然后至少有一张是红心 这个事件 他的余捕事件是什么 至少的相反 就是没有嘛 至少一张 他的余捕就是都没有啊 至少抽三张至少一张 那他的事件 理论上就是有一张 两张三张 这个都算嘛 这三个事件都是至少一张的概念嘛 好那有一张两张或三张 那他的余捕呢 就是都没有 这三张都没有任何的什么 红心啊 就这样啊 是不是 好啊 所以你如果要用 那你如果要用刚才的那个加法规则 刚才的加法规则 你三张 就是说至少一张的话 那你就要把一张的事件 把两张的事件 把三张的事件都算出来之后 然后去怎么样 去把它做相成嘛 那现在问题是 如果你现在是 用他的余捕事件的话 我们相对会简单一点 因为你用余捕事件的话 你就是没有抽到 他的余捕事件就是没有抽到 没有抽到的话就是 因为他是取后放回啦 所以他的余捕事件就是 剩下的 因为红心是多少 十三张嘛 52扣掉13就变成多少 39张 所以第一次没有抽到的 第二次没抽到的 第三次没抽到的 所以呢 把他全部把他相成起来 这个就是他的余捕事件 好 这是他余捕事件 那你要真正care的是什么 他对应的他的余捕事件 就是他原来的事件 至少一张嘛 所以p of e 就是等于1-p of e bar 那这样的话 把刚才的e bar 算出来之后 你把它扣掉 就得到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event 这是你的event 算出来是57.8 那你们待会可以自己算一下 如果你用一个抽到一张 抽到两张 抽到三张的事件 去把它综合起来看 他的算法得到结果是 是不是一样 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啦 好啦 休息一下